哦,欢迎空,妙儿姐 第31章 礼妇头卷 李肃明白了,自己的出现给郭奴打击不小,以前还只是怀才不遇 如今连他自己究竟有没有才他都怀疑了,造孽呀 细细思索片刻,李肃笑了 夫子请随学生进屋 郭奴跟着李肃走进简陋的家中 堂屋正中搁着纸笔,李肃沿了几下墨 毛笔沾了着墨汁,这酝酿一番,终于落笔,边写边说 夫子若为考官,我若为学子 行卷之师,不妨如此做来 在郭奴惊呆的目光注视下,李肃逼走龙蛇 一首诗悦然之上,有些颤抖的手 抨起刚刚做出的新诗,郭奴神情愈发复杂 男男念叨 东房昨日情红竹,带小堂前拜旧姑 壮霸低声问夫婿,话眉深浅,住时无 看似一首归情诗,里面的深意却最实耐人寻味 郭奴直直地盯着这首新诗,眼圈渐渐泛了红 没有投过行卷的人,永远体会不到诗中的韵味 那种将行卷应试比喻成归情 将主考官比喻成公婆 而应试学子比喻成出嫁的心妇 午安、期待和小心翼翼的各种心情 记在诗中短短数十字里 对郭奴这种行卷硬是失败的人来说 这首诗远比花开勘折更令他震撼 也更令他心酸难受 看着正正发呆的郭奴,李肃叹道 这首诗啊,便送予过夫子了 这李肃忍着心痛,百般不情愿地补充 免费 郭奴浑身一颤,回过神来 泛红的眼眶瞪着李肃 你不是说这事都是道士送给你的吗 为何又是信手拈来 李肃啊了一声 啊啊啊,对啊,是路过的道士爷爷送我的 他每一次路过都会送我一首诗 每,每次 李肃气定神贤地说 对啊,每次,那位道士爷爷从咱们村一共走了一百多次 哎,半年只看见他在那个村口来来去去 去去回回,进进出出了 啊啊啊,李肃仰头难难地说 路过半年了,这老道一定在太平村包养了一只小狐狸啊 郭奴离开李家时的心情很复杂 心酸,不甘,愤怒,还有几分豁然 或许自己命中注定,进不了官场吧 很好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教育了他 只是这孩子不像善类啊 每次给他的借口都像是在糊弄他 出了李家没多久 迎面便碰到了李肃的父亲李道正 李道正扛着一顶木橱 带着微笑,慢悠悠地往家里走 显然心情很不错 二十亩帝一眼不见尽头 带到秋收 这里的粮食除了交给官府一部分 其余的全是他的,没得狠呢 看到神情复杂的郭奴,这李道正一愣 急忙放下锄头 一双粗糙的大手使劲地在一脚处搓了搓 然后恭恭敬敬地给郭奴行了一礼 教书先生虽然不是官职 但是在村里的地位,却是很高的 在乡亲们眼里,郭奴是个正儿八经的学问人 又是学堂里的父子 见到学问人,哪怕给他下跪,亦不为过 郭奴自然也认得李道正 二人互相施礼,寒暄几句 一个是孩子老师,一个是孩子父亲 说着说着,话题便引到李肃身上 郭奴将李肃刚刚做出的新诗拿给了李道正看 李道正翻来覆去看不懂 郭奴只好一字一字地念给他听 李道正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咋嘛着嘴就说 东方昨夜,平红竹 这是个啥意思吗 重重地一拍大腿,李道正忽然大笑 我知道了,宋娃舍花走十六年 想去婆一年 去婆一号呀,过一年走宋娃 我要包孙子咧 这郭奴苦笑连连 这不是娶不娶婆一的事啊 哎呀,李家当家的,您生了个好儿子呀 就刚才写的这首诗 拿去给权贵家投行卷,是有八九能当官呢 将来李肃必能光宗要祖啊 李道正大吃一惊,指着郭奴手里的诗,乐乐地问 这东西能当官? 能啊 郭奴回答得很肯定 李道正不识字啊 他不知道一首诗的分量有多重 贞官的客举制度有点粗糙 朝廷取世实难取疑 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权贵举荐 才能进入朝堂 而当官是文人们千年不遇的理想 于是每一道春围开课之时 无数举人蜂拥而上 将自己生平最得意的文章 或者师父投递到权贵府上 若是能得到权贵青眼相看 那被录取为近视的成功率就高多了 这便是大唐最著名的投行卷 诗可以用作行卷的敲门砖 郭奴说它是能用来当官的 所言不虚 只可惜说的不够详细 李道正虽然不明白这投行卷的意义 却也不是蠢笨之人 听到郭奴这么一说 心里顿时一动 这死既然能当官 能为啥塔在你手上 郭奴笑了 此诗李肃送于我了 话没说完 李道正脸色一变 出手闪电般的夺过了郭奴手中的诗 折了几下塞进自己怀里 游字朝着郭奴强笑 小松蛙不都撕 这等歪管裂造版的字 也敢拿出来先臭 让先生尖笑了 回轻的都臭死他 郭奴目瞪口呆 然后苦笑摇头 行了一礼 李肃来日前程不可限量 当家的你要好生的待他 莫是千里马卧时于 奴马之槽 蹉脱了光阴 李道正听不明白什么 千里马马之类的文终终的话 只是胡乱点了点头 然后就问 好 那先生 你说的我 投行卷 该往哪里投啊 若长安城有组织权贵官吏 自是最好 若是不认识权贵官吏 礼部或者是礼部 官衙 亦可 不过行卷之前 还需有个功名才行 李道正连连摇头 不对 不对 奈娃是右奔死的 皇帝陛下都亲自下过制 奉他管你 只不过 奈娃不当给人治兵的管 要当知民治军的大管 天曾啊 你得搅着我 这首词咋念吗 国奴只好耐心 把这首诗 一次一次的念给他听 李道正记得很辛苦 磕磕巴巴 花了小半个时辰 总算把这首诗给背了下来 国奴与他告辞离开之后 李道正抬头看看天色 时辰还早 呆立田耿边站了一会儿 李道正粗糙的老脸 忽然闪过一丝绝然之色 转身便往家中跑去 李肃正在厨房里圣火做饭 只见李道正回家 李肃笑着说 等一等就有饭吃了 今儿尝个鲜啊 孩儿自创了一个吃法 您叫油泼面 马上就爹爹爹爹爹 你咋你咋来了 李道正理得不理他 静止地进了屋 从屋里的床榻下 挖出了一个罐子 咬咬牙 从罐子里抠出了百来文钱 踹进怀里 然后匆匆往外走 余光瞥见李肃 李道正一肚子怒火 愤愤地指着他 瞪着 回来个招不死你 白家玩劲 说完 李道正飞快消失 李肃傻眼地看着这位 疯一样的老男子 匆匆来去 喃喃地说 我咋败家了我 啊 难道刚才白送 郭夫子一首诗 那事就被发现了 啊 说来这首诗 未收翻文 果然是败了家呀 李肃想着想着 脸上露出了几分溃然 李道正进了长安城 站在长安城西面的 盐屏门前 李道正神情有些茫然 看着指守城门的两排 威武军士 李道正畏缩了片刻 终于还是咬牙挺胸 走进了城门涌道 一路打听一路问 李道正终于走到了 位于朱雀大街的 立步关崖 关崖门口站着兵丁 李道正离着大门 老远站着 来回躲着步 躊躇不安 他是个没见过 世面的农户 活了三四十年 一直为生存挣扎着 连进长安城的次数 都屈指可数 然而此时此刻 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父亲 迎面一辆马车 在关崖前就停下来 里面走出了一位 穿着六品 深绿色官服的 袁外郎 李道正犹豫片刻 咬牙走上前 李那位袁外郎 上聚那树杖之时 忽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双手高举着 李肃子那首诗 这袁外郎有点意外 不过态度还算和蔼 挥挥手 令军士将李道正扶起 这位乡亲呢 若是高壮呢 可去县衙 此处是吏部大唐 不管百姓壮事 李道正摇了摇头 不高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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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矮甲娃投行卷你 温国篡里线上的 说力不管这思 袁外郎愈发的意外 令郎是金科举子 参加过今年春为科举吗 科举 李道正直了眼 郭奴那番话 他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投行卷 那也是有个前提 那就是必须参加过科举 石下大唐科举采用的 是不胡名的考卷 为了增加录取近视的成功率 于是举子们 纷纷把自己 生平最得意之作拿出来 投进权贵或官府 或是在长安城内 大肆宣扬自己的作品 达到扬名立万的目的 考官在阅卷取释时 自然会将这些考场外的因素 加入评分的标准里 再说了 投行卷也是有规矩的 不是见着一个穿官服的人就能投 要考虑对方的身份 官职地位 你要投到哪位府上 那他就是这位权贵门下的党戏 从此呢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这可是官乎前程性命的选择呀 李道正问郭奴的时候 郭奴根本没想到李道正会干出这种事 那解释的时候 也只是含糊几句 一带而过 看着李道正糊涂的样子 圆外郎不有苦笑 令郎连科举都未参加 投行卷有何用啊 这位乡亲 回去吧 叫令郎多读书 日后考取了功名啊 再来长安便是 哎呀 不是你看一眼嘛 看一眼 乃娃写的是好的 哼 将来他要当打官年 乃娃是有本事的 你看一眼嘛 圆外郎不再理他 这摇了摇头 往官崖内走去 平 第三十二章 行功遇刺 李道正大吉 连忙快步跟上 却被直卫关押的军士拦下 两名军士一左一右地架住他的胳膊 把他往外一推 李道正亮抢几步 仰面倒在地上 人倒了 手里的纸还高高举着 生怕沾染了尘土 看着圆外郎远去的背影 李道正喊声带着哭腔 你看一眼嘛 乃娃有本事 看一眼嘛 关崖前不停有行人来往 闲人皆向他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李道正坐在地上 睁睁地就看着手里的诗 一辈子没有流过泪的他 此刻却潸然泪下 乃娃 乃娃真理自有本事里 这这次他谢的死呀 学堂的先生都说谢的好 他 他是真的有本事呀 以后会有打好前程的 你们咋不看一眼我 坐在力不关崖的空地上 李道正大哭不已 一个朴实的浓乎汉子 从来没有过如此脆弱的时候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 本分守着这块地 静静地老去 静静地泯灭于尘埃之中 可是儿子不一样啊 他才十五岁呀 若是儿子没本事 倒也认了 将来自己老去 把地传给他 一代又一代 后背里终究能有个出息的 脑里呀 也算是光药门没了 然而儿子是真有本事 尽管这本事从何而来 他并不清楚 但是他的本事就摆在面前 李道正的想法很简单 有本事的人 朝廷就得认 无尽的不安和委屈涌上心头 李道正呆呆坐在关崖前 不顾周围行人好奇目光 一边发着呆 一边抽气哽咽 不知过了多久 李道正终于站起身 拍了拍身后的尘土 使劲地吸了一下鼻子 仰头看着天 长大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将儿子写的诗词 收起来塞进怀里 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安静地离开 夕阳夕尘 朱雀大街上 落日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拖长 影子笔直地像一只 宁舌不弯的钢枪 回到家 已经是深夜了 李道正推开柴飞之前 用衣袖使劲擦了擦眼眶 又是平日里古板沉闷的模样 李肃坐在堂屋里发呆 桌子上的油灯摇曳不定 视而炸开一朵昏黄的灯花 李道正推门进来 李肃起身迎上 爹 白天你去哪了 李道正摇了摇头 注视着已经和他差不多高矮的儿子 难得地用粗糙的大手 扶了扶他的头顶 李肃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许久 李道正从怀里缓缓掏出儿子写的诗 怀里揣久了 只显得有些皱 李道正急忙用衣袖 抹平褶皱 递给李肃 我呀 李道正叹息 仿佛探尽了一生的悲苦 要整齐你 一定要为自己 整口齐 李肃捧着自己写的诗 看着皮态毕露的附险 那疑惑地问 爹 您咋了吗 李道正摇了摇头 笑了两声 我思 不早了 快去睡吧 明早还要去学堂做学问你 说完 李道正啊 就往房内走去 李肃定定地看着附近的背影 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 忽然说 爹 以后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的 哼 挂怂 屋内传来李道正的笑妈 过上好日子当然要有钱嘛 钱是衡量一切好日子的唯一标准 不知道大唐的人怎么衡量的 至少这是李肃的标准 掰着手指 数着日子 城里的文房店 差不多该结算账款了 首先把大房子盖起来 至于家里的家具 李肃早就画好了图纸 只要等大房子盖好 再请村里的木匠做一套 李肃算了算 在乡下地方盖个房 花不了多少钱 七八贯的样子便很好了 只不过如何解释房款来源 是个大问题 李道正若看到了这么一大笔钱 从前而降 他最有可能的反应 不会是喜极而计 而是牵着儿子去官府投难自首 和谈边 东阳公主早早来了 百无聊赖的坐在石块上 看着天边的大乌云彩就发呆 这李肃远远的看着他的模样 笑了 他也喜欢发呆呀 对发呆的人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考感 他总认为一个人有闲暇时 若能够毫无防备的发一阵呆 哎呀 不假笑也不假哭 露出原本想露出的表情 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 爱笑的女人运气特别好 其实发呆也是 李肃也在东阳公主身边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 先用手擦去石头上的灰尘 然后又跑到河边洗手 一遍又一遍的洗 洗得很仔细 做完这一切 他才安心的坐下来 东阳公主很无语的看着他的举动 想笑 又觉得不淑女 眼睛悄然的弯成了月牙 这个斯文败类居然比他这个金枝玉叶的公主还还干净 而且为何就是看不惯自己带着三只簪子呢 还有工整才何意 不错 今日带了两只簪子 看起来顺眼多了 啊 今年看到你 由内而外的感到舒坦 李肃夸得很直白 至少这个年代的人不会这么不含蓄 东阳公主翘脸 翘然染上了红晕 却使劲地板起脸 让自己看起来很不满 今日本来要带三只簪子的 出门前忘记了 明日我便带三只簪子给你看 你刚才说 今日才看我顺眼 难道以前每日都看我不顺眼吗 雷肃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话怎能这么说呢 以前当然也看你顺眼了 特别是那天下午 哪天下午 你面前堆了十罐钱的那天下午啊 真的 那天你快把我的眼都给闪瞎了 啊 你整个人反无无发出了万道金光 跟得西天如来似的 当时啊 我差点就向你跪拜了 李肃 你这个四万败类 还可以更加的无耻一点吗 你当时跪拜的是我 还认得十罐钱啊 哎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嘛 二人风轻云淡的闲聊之时 这长安城里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城的大事 长安城西北二百余里的九成星宫内 大唐皇帝李世民居然遇刺了 刺客不多 四十多人 为首的刺客名叫阿什纳杰社律 名字很怪异 从姓氏可以看得出来 此人是突厥人 说到这个名字 不得不说他的哥哥阿什纳神弊 曾经是突厥的突厥可汗 大唐武德年间 东突厥正是风光之时 几大部落时常结兵一处 入侵大唐境内 杀人放火 抢梁抢女人 其中最大的部落 当属协力可汗和突厥可汗两只 武德七年 协力可汗和突厥可汗再一次入侵大唐 是的 他们又来了 带着满满的恶意 这次大唐皇帝李渊不乐意了 因为这两大部落已经打进了关中腹地 吴龙板 李渊虽然刚刚建国才七年 无论国力还是兵力都非常的弱 然而这一次啊 也不得不龙颜大怒 这是不把皇帝当干部啊 怎么办 揍他呀 于是李渊下指 秦王李世民领兵于乌龙板抵御突厥兵风 李世民是个很不错的奇才 精彩 这领着大兵刚刚达到乌龙板 这与突厥人摇摇对峙 然后他便做出一个让人忍不住为他的机制点赞的事 他二话不说 派人找到了突厥可汗 三下五出二 便跟突厥可汗拜靶子 结为了异性兄弟 这突厥可汗可乐坏了 拍拍屁股 很痛快的便在阵前反水 背叛了邪力可汗 站到了大唐这一边 李世民与突厥可汗拜靶子这事 干得有点没节操 一个领兵入侵大唐的敌人 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欣赏他的文桃武略 然后稀里糊涂的 跟他斩了鸡头烧黄纸 拜靶子只是表象 让突厥可汗心甘情愿的 与李世民跪下来 媚着良心说 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死 背后自然还有更深层的利益关系 哎呀 这李世民向突厥可汗许冤 将来大唐灭掉习力可汗之后 可突 可突像话吗 是可允许突厥可汗 领顺州都都 令唐人视为七尺大主的渭水之盟 仅只是过了四年 李世民终于积蓄了力量反击 而这个时候 突厥可汗也非常配合的 在镇前反水了 唐军升勤了邪力可汗 东突厥被灭 突厥可汗这位结拜兄弟 自然也顺利的当上了 顺州都督 结局不错呀 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 忽然中间出了一个变数 变数就是 今日刺杀李世民的阿什纳结社律 他是突厥可汗的弟弟 当初突厥可汗祥堂之后 结社律被李世民封为了中郎将 正四品的武官 相当于军委会的候补委员 不过可惜没有权力 只是个虚弦 帮助大唐平灭东突厥 这么大功劳 作为鞠躬至尾的突厥可汗的弟弟 只是封了一个虚弦 这阿什纳结社那率先觉得不爽了 于是整日在长安城里为非作歹 欺男霸女已发泄不满情绪 御史们当然也很不爽啊 于是把结社律的刑警 参到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更不爽了 咬着牙从齿缝里蹦出来一句 此为俱佳无赖 一向胸怀博大的李世民 居然说出这句评语 足可见结社律此人的人品 糟糕到何等地步了 李世民遂将突厥可汗下旨 说你弟弟不长进 抽他 于是突厥可汗就抽他 结社律被抽之后 安分了一年 很不幸 第二年突厥可汗病逝了 这下结社律乐坏了 从此世上再无人敢抽他 同时他对李世民的恨意 也渐渐高涨到了顶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空 妙儿姐 第三十三章 骤然生变 隐忍了整整六年 今年的春天 趁李世民一架九成行宫之际 结社律终于决定发动了 他裹挟着突厘可汗的儿子 自己的亲侄子赫罗 纠集了那四十余人 向九成行宫 发起了突袭 隐忍六年 造反组织只凑够了四十人 说实话 结社律不仅要反省一下自己的人品 更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能力 你看看人家满城金带黄金甲的里面的王子 一造反 就迅速拉起了千军万马 你再看看自己 你休不休啊 你休不休啊 结社律不休 他很悲壮地率领了四十多人 向皇帝寝宫发起了攻击 直到了外公正门 连那李世民的面都没有见着 四十多人 便被指守皇宫的将士们 杀的是七零八落 结社律建设无妙 大抵当时也是迅速反响了一下 自己这次窝窝囊囊的造反行动 然后他果断决定 撤退 正所谓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回去后痛定思通 再发展一个更加壮大的组织造反 回来再取狗命 狗命小们是狗皇帝的性命 结社律怀着 对二次创业美好憧憬和期许 愁愁满志地逃跑了 旧有成功内 李世民却大发雷霆之怒 一个敌人竟然在他眼皮底下 隐忍了六年才发觉 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力 兵风强盛的帝国 君臣开辟疆土 意气风发的时期 竟然有人敢行刺国军 这令李世民骄傲且脆弱的自罪心 受到了伤害 伤害必须用刀剑和心血来抹平 左右两位大将军跪在李世民面前 神情愤怒且屈辱 作为皇帝贴身那位 被敌人杀到了皇宫门前 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 两位大将军对天发誓 必斩逆贼 结社律 李世民的愤怒被压制住了 只是冷冷点头 结社律不足 朕寝室难安 两位大将军领然 抱拳兄李 杀起腾腾的领兵出了宫 为了让大唐皇帝陛下 吃好睡好玩得好 结社律不仅要死 而且要死得零碎一点 越零碎越好 九成兴功发生的事 与李肃毫无干系 他的理想很小 小的生怕惊动了这个繁华的盛世 他只要几十木田 再加上一栋大房子而已 按目前的进度来说 只要再过几天 收了文房店的账款 大房子便离他不远了 再过几年 等到他十八岁时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已经存到了一辈子 够花够用的田和钱财 然后请木匠造一个摇椅 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 提前享受退休生活 这种退休生活 大抵可以享受半个多世纪 老天把他送回唐朝 一定觉得前世他受了太多苦 于是让他回到这个空气清新的地方 享福一辈子 河滩边的春日 晒在人的身上 暖洋洋的 舒服得令人犯困 李肃真想仰头往地上一倒 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睡一觉 但是李志告诉他 现在不能睡 办完正事才能睡 东阳公主爷爷有些没精神 大抵被李肃传染的犯困的毛病 两个人河边每天都不期而遇 遇得多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 毕竟李肃和东阳不是八婆 两个人偶尔坐在河边 聊聊庄子里的闲事啊 李肃在说几个前世的搞笑小段子呀 都在东阳无嘴娇笑 更多的时候 两个人却是沉默地看着河水 静静地发呆 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今日不能沉默 因为李肃有求于人 喂 公女 你的脚露出来了 啊 东阳大惊 花容失色 下意识地用裙子盖住脚 醒过时来低头一看 自己的脚 严严实实地被裙子遮住 没有任何异样 啊 李肃 醒了吧 聊聊正事啊 我不想跟你聊 我回去了 本去 府里公主 还等着伺候呢 东阳起身 生气欲走 磨磨蹭蹭地却半天没有迈出一步 对这位自以为半公主 宫女儿半得非常完美的女人 李肃实在不忍心地拆穿她 说正事 别矫情 你能有什么正事 又有事做卫事 要卖给我吗 不是 我想说 你不是公主府上的宫女吗 认不认识盖房子的工匠啊 手艺很精湛的那种啊 你要工匠做什么 哎呀 我请工匠自然是要他们帮我盖房子 难道请他们吹销吗 太平村里本来就有工匠啊 何必找盖公主府的呢 那些工匠都贵宫部管辖 这几年陛下大修宫殿庙宇 工匠怕是不够用 东阳公主所言不虚 贞官之志已经十年 这十年来 李世民和众臣定下了休养生息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国策 民间百姓渐渐富裕起来 国库所入也是一年比一年风影 于是从贞官九年开始 李世民有点飘了呀 李世民也是肉体繁胎 跟所有报复的人一样 口袋里一有了钱 就忍不住想修房子 八儿奶 三奶 以及无数奶 玄武门之便逼得自己老爹李渊退位之后 李世民为了让老爹安心养老 在长安城内给李渊修大明宫 谁知大明宫没修好 李渊已去世 这大明宫只好听见 但是口袋里的钱不花掉 这李世民总觉得他烧得慌啊 于是太极宫又开始轰轰烈烈的固建工程 东阳没有说错 工匠确实不够用 李苏也知道他不会骗自己 不由失望的他勒一口气 修什么房子需要动用工部的工匠啊 哎 你可不能余制啊 房子高多少 用什么大梁 苗刻什么样的享受 都有理智规定的 于智可是要被官府治罪的 李素翻着白眼 哎呀 我哪敢于月啊 月智啊 那只是我盖的房子有点怪 村子里的工匠啊 怕是盖不好 什么怪房子 李素只好从怀里掏出自己画了好几天的图纸 递给了他 图纸很工整 和李素性格一样 上面一笔一画 都是用笔纸的木条刻画出来的 房子是平房 房顶大梁 里地两丈 肯定没有月之 皇家和薰贵府底用的是火球啊 脚岩呢 还有一些零了八岁的违禁的装饰啊 李素一样都没敢用啊 这房间做什么的 马舅不像马舅 牛棚不像牛棚 李素很生气 这是对他精湛化工的侮辱 真想当他面画了个屁股 然后告诉他 那是个苹果 车库 那叫车库 何谓 车库 挺马车用的库房 以后我赚了更多钱 必须得有马车 有马车 自然得有库房啊 库房就是车库 院子后面干嘛修这个方方正正的池塘呢 这叫游泳池 不叫池塘 前世哪个富豪家没有游泳池啊 家里不修个游泳池 都对不起富豪这个称号 东阳公主皱了皱眉 显然对李素的品位表示很不屑 凝目仔细一看 游泳池边还画了几个人 好怪异的几个人 他们身上穿着的 这是啥嘛 眼睛快盯成斗鸡眼了 东阳公主看见了游泳池边 画了几个女子的穿着 吓得东阳公主尖叫起来 你这个死完败了 你竟然 东阳公主翘脸通红 不知是修还是弄 手里的图纸瞬间变成了世人的毒舌 忙不跌得扔远 李素俊脸一热 急忙捡起图纸 甘笑不已 意外 纯属意外 哪个富豪家的勇士旁边 没有几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啊 这个女人显然太没见过世面了 东阳羞怒万分 面前这个家伙不仅是斯文败类 而且还是个银贼 老天瞎了眼 大好的才华竟然落在他身上 我走了 东阳公主红着脸 转身就走 这次没有任何犹豫 而且脚步很快 被狗撵了似的 跑出老远 李素遗憾地看着图纸 心情有点低落 请工匠的事还没说呢 你给个答案 你再休奔而走也不迟啊 东阳公主跑出了李素的视线 背靠着一棵银杏树后 紧紧地抿着嘴 这心儿啊 这扑通扑通的仍跳个不停 树林里的阴影遮住了通红的脸颊 一双妙目却在黑暗之中闪闪发亮 眸光里韵怒与羞意交织 这冷眸子浮上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这个败类 我以后再也不想理她 再也不来喝她了 东阳公主暗暗发誓 小拳头捏得紧紧的 三天吧 三天不理她 一定要给我道歉才行 嗯 三天 毫无征兆的 一柄钢刀悄无声息地架在东阳公主的脖子上 刀光闪着那悠悠寒光 银杏树的背后 两道人影如鬼魅一般 窜出来 看着吓到呆滞的东阳公主 其中一人笑得很开心 用有些声色的观众话 黑黑笑着 看看咱们遇到谁了 小女娃面熟得很呢 再另一个语气有点急迫 叔叔 咱们赶紧赶路吧 后面追兵不远了 急身 啊 赫罗谷 你过来看看 这女娃你难道不认识吗 名叫赫罗谷的人 只好凑过来仔细瞧了眼 然后惊道 这这这 这不是东阳公主吗 你们 为何认识我 赫罗谷叹道 昨日以前 我还是左将军国义都尉 而他 是我叔叔 阿史纳杰社律 左领军卫中狼将 原来此二人正是刺杀李世民失败后远顿而逃的劫舍率 以及突立可汗的儿子赫罗谷 好朋友们 第三十四章 遭遇挟持 东阳公主毕竟是皇家出身 趁着说话的功夫 已经渐渐恢复了镇定 她挺起了胸 眉目间隐隐散发出威严和贵气 而等一个是中狼将 一个是国义都尉 皆是我大唐皇帝陛下的臣子 原和竟敢对公主持刀相邪呢 不怕我父皇将就诸族吗 结社律三四十岁的模样 生得又黑粗犷 一双英损般的眼睛 闪着那世人的寒光 公主殿下 今日以前 我等见你必向你跪拜 从今日起 我等再也不向你称臣了 你那位雄才伪劣的父皇 此刻正潜进宫中精锐 追杀我叔侄二人 既如此 我为何不敢吃到 相邪于黎世民的亲骨肉呢 一旁的赫罗谷 神情谎急地看着结社律 直跺脚 叔叔 此时紧急 咱们必须弄两匹快马 速速离开唐靖才是 跟个小女娃啰嗦个甚呢 结社律眯着眼笑 这位可不是寻常的小女娃 我等躲避追兵 没想到误打误撞 撞到了东阳公主的封地来了 看来天不觉我数值二人呢 架在东阳脖子上的刀很稳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落在刀刃上 像碎掉的星光 东阳很害怕 从小到大虽然不被父皇重视 但是毕竟是金枝玉叶 从未被人用刀胁破过 放了我 我可以当做没有这回事 甚至你们犯下的过错 我也可以向父皇解决宽恕 我父皇是以人得知天下的盛名君王 他一定会宽恕你们 东阳公主 与生悲惨 但是神情仍然很镇定 结社绿哈哈大笑 神情有些怪异 你父皇以人得这天下 小女王 你到底还是不了解你父皇啊 你父皇贪婪 自死残暴 为了皇位 他连自己亲兄弟都能杀 你居然说他人得 再说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书这二人究竟犯下了何罪 不知 结社绿结结怪笑 昨日趁你父皇一驾九成行宫之际 我书只领着四十多人杀进了行宫 我的侄子赫罗古指手行宫戏门 他为我们放开了门禁 可惜左右领军位太强大了 四十多人全部战死 我们书只只好暂时撤离 盯着东阳公主 结社绿眼中闪着星光 现在 公主殿下 你告诉我 你父皇真的会关书我们的过错吗 东阳公主说不出话了 谋反行刺 是大唐律法里最严重的罪名 父皇的仁德有几分针 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行刺一定不会被原谅 父皇的仁德外表下 有着狼一般残忍的性子 结社绿哈哈大笑 和路股的神情犯上了会败 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恨 怨恨的究竟是李世民 还是眼前这位裹挟他走上不归路的亲叔叔 那为他自知 你父皇究竟会不会宽恕我们 看来公主殿下明白了 荣阳公主绝望了 这两个亡命之徒 当他们不再对父皇的皇权感到敬畏时 自己的性命也就在他们一念之间了 结社绿笑得很得意 带着他与世界同归于尽的疯狂 三人僵持之时 树林外一道熟悉的身影匆匆跑进来 结社绿笑声突然一顿 警觉的注视着那道人影 东阳公主也瞧见了这个身影 吓得脸色愈发苍白 张嘴准备大叫 却被赫锣鼓捂住了嘴 身影很匆忙 走进无人的阴暗角落后 拉开裤子 一阵踹 一阵很急的水流声倾泻如注 耳中听着那羞耻的声音 这东阳公主不知是气还是羞 翘脸又红了 两酒水声渐停 李肃发出了一声舒坦的呼气 抖了两下 系上了裤子 刚准备去河边洗手 一柄刀架在他脖子上 你喝凉水都塞牙呀 放屁砸脚后跟 人一旦走了没孕 你撒泡尿都能出事 李肃心跳得很快 脑子里无数的念头闪过 然而架在刀的脖子上 那这话是架在脖子上的刀 却令他不敢动态 林中的光线很暗 李肃看不清对方的眉眼 我远处一戏还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女人 好像也被劫持了 劫射绿的目光在树影中格外的阴冷 像毒蛇盯住猎物 李肃被那忧虑的毛子盯得发毛 我只是在林中方便一下 好啊你们忙啊 我不打扰你们了 李肃试图脱身 很明显的欺凌弱女的画面 但是李肃不想多管闲事 首先自己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 而对方却是三四十岁的壮汉 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对手 更何况这刀还架在脖子上 其次 李肃一直坚信 老天送他回唐朝 是让他来享福的 不是跟他开玩笑玩命的 天意不可为啊 正义感 当然有了 前提是自己小命得得到保障 前世也是在网上使劲叫嚣着 图日灭美 什么打美国我捐一个月工资 打日本我捐一条命等等 但是也只是叫嚣而已 用那句自黑的话来说 会叫的狗一般不咬人 李肃只是平凡的小百姓 虚荣怕死 有点小贪婪 爱占小便宜 这些毛病占据了性格 只是在阴暗的角落里 才发现那么一丝丝正义感 刚想拾去的转身 脖子上的刀忽然一紧 你是何人 结社绿语气阴沉 我太平村的农户 李肃不得不老实回答 哦 原来是个农户 结社绿冷笑 手中刀高高扬起 便带披下 农户只是蝼蚁 不要 东阳公主挣脱了赫罗谷的手 大叫出声 雷苏脸色苍白 扭头看去 却见东阳公主满脸泪痕地看着她 雷苏心中一紧 她没想到被欺凌的竟然是她 结社绿 你现在若敢杀她 我就要神自尽 而你 逃亡途中 便少了一个保命的筹码 李世民的亲生骨肉 那可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 东阳目光绝绝地瞪着结社绿 结社绿音效连连 哼 公主殿下如此在意这个小子 莫非他是殿下小情郎 如此杀了真是可惜了 他只是父皇之下一个小民 我是大唐公主 你与李家有恩怨 杀寡有便 但末将无辜地来给牵涉进来 每一个字都很清晰 瘦弱小巧的身躯里 充溢着勇气 李肃按他一口气 原来他真是公主啊 李肃和东阳被结社绿二人押走 这此时唐军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 在九成行宫附近疯狂搜索结社绿的踪迹 并集结重兵向北方大唐边境搜寻 谁都没想到结社绿二人竟然一夜之间逃离了二百旅里 摸到了长安城附近的太平村 经历了最初的害怕后 李肃此时反倒是镇定了 不幸中的万幸幸好东阳是公主 而不是真正的宫女 否则呀 恐怕二人呢 此时已经早成了那河边树林里的两具尸首 李肃和东阳被反绑着双手 为怕二人逃走 结社绿还将二人肩并肩地绑在一起 此人一路摸索在那树林里前行 对不起 连连你了 李肃苦笑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我自己倒霉 仰头望着树叶缝隙里洒下的点点阳光 李肃神情无限萧瑟 哎呀 撒泡尿而已嘛 这都能出事 命运多喘 说的就是眼下这回事 不惹事不闯祸 云淡风轻撒泡尿而已 竟然就被劫持了 李肃忽然觉得 自己的幸运女神刚刚一定被朱亲过 以前 我骗了你 我其实不是宫女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话作甚呢 能活命就谢天谢地了 不 我一定要说 现在不说 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我 是东阳公主 当今陛下第九女 年初父皇 奉给我三百亩地 我的公主府 也建在太平村 从此 我认识了你 拴着身子的麻绳狠狠狠地往前拽了一下 李肃和东阳一个亮相 劫射率黑黑冷笑 嘿嘿 倒真是一对要情人 这个时候 你们还是多想想自己的性命吧 李肃叹气 今日这个结束 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碰到了东阳 李肃轻声地说 呃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得罪他们了 莫名其妙地被劫持 李肃到现在还不知究竟 总之 是他们与我父皇的一段恩怨 用钱能解决吗 我的意思是 用你的钱能解决吗 东阳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摇头 李肃愈发地愁意满面 那用钱都不能解决的事 一定是大事 可是自己真的很无辜啊 四人一行穿过树林 李肃变清了方向 发现已经走到了 与太平村乡邻的牛头村 劫射率的表情很镇定 丝毫没有被汤君追杀得恍然 一路上 他都是冷静地辨别方向 冷静地掩盖住行过的痕迹 冷静地不时就检查着 绑着李肃和东阳的绳子 而赫罗谷的神情一直很不安 惶恐与畏惧仿佛刻在脸上 不时回头张网 连林中小小的一声鸟鸣 都能令他变色 相比之下 李肃反倒是比赫罗谷冷静多了 其实这李肃也害怕 但是身边有了一个东阳公主 李肃只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害怕 走进牛头村 村里很平静 已经是落日时分 村里处处生起了催烟 空气里夹杂着一丝人间烟火气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 哦 发音空 妙儿姐 第三十五章 脱困求生 上 林子旁边有一座荒废的老军冠 大约是随朝时修成的 说是道观 其实就是一间处处漏风的瓦房 钱随时战乱不断 民不聊生 出家人本是靠百姓的香火为生 百姓们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那道士们只能一哄而散 大唐立国之后 道观又有了一位老道士 香火望了一阵之后 老道士有一天 在道观里寿终正寝 从此这个老军观便荒废了 杰舍律和赫罗谷 压着李肃二人进入道观 推开破烂的大门 道观内气流涌动 迎面而来一股像妖气般的灰尘 四人措手不及 脸上沾满了灰 刀架在脖子上都能镇定自若的李肃 此刻差点精神懵亏啊 一脸的灰啊 这得多脏啊 洗多少次脸才能洗干净啊 好想恳求二位好汉把自己杀了算了 太堵心了 随便清理了一下关内的珠网和灰尘 杰舍律将李肃二人绑在了香岸的桌腿上 叮嘱赫罗谷严加看管 然后杰舍律用刀 把自己脸上的胡子挂光 再朝脸上抹了一把香灰 便出门朝着惊阳县的罗马射去 天黑之前 他必须买几匹快马 逃出长安附近 赫罗谷心神不宁 这粗略的在道观里扫了一圈 没有什么发现特别的吼 便跨出门外 抱着刀 半握在狼柱下 打起了磕水 对于李肃二人 赫罗谷很放心 在他眼里李肃和东阳只是两个还未长大的孩子 丝毫不具任何威胁 分忙了一整夜 赫罗谷也累坏了 赫罗谷出去之后 李肃看似呆滞的目光终于活过来似的 不停扫视着灌内四周的环境 以及地上和香岸上摆放的物品 很遗憾 地上除了灰尘和珠网 以及一些零散的麦草 再无其他的东西 香岸上倒是有一只铁制的油灯 但是这东西根本无法割开手上的绳索 李肃心情愈发的沉重 难道自己果真要死在这里 劫绿舍去罗马市买马 等他将马买回来 便要急着逃命了 那时李肃和东阳已经成了他的累赘 一个亡命之徒会怎样对待他的累赘呢 除了一刀砍了 还能怎么样啊 也就是说 李肃和东阳的性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生命将在劫射率买马回来的那一刻走到终点 李肃有点绝望了 仰头望向破败的无良 难难自语 这不对啊 我是来享福的呀 关内没有外人 东阳终于卸下了伪装 垂头樱樱的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呀 你有什么好哭的呀 该哭的是我才对呀 这东阳哭得更大声了 此刻他看起来才有几分十六岁女孩的模样 你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要死了 所以想哭啊 东阳抽叶地问 死便死了我哭这个做什么呀 李肃仰望着房梁 眼中不由自主地浮上了悲涩 你刚才树里小姐过后 连手都不让我洗 你说他们还是人吗 畜生 这东阳正哭着呢 忽然被逗笑了 想想此事发笑多么不合时宜 于是接着又哭 你这个人 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都快死了 你还要逗我笑 一想到死 东阳哭得更加伤心了 李肃笑了 刚才的杯色如同面具一般全然卸下 笑容里有一种坚定的自信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无论面对任何的绝境 只要我们还能笑得出来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以后你的人生信条里 也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东阳渐渐止住了哭泣 垂头 有一声没一声地抽叶着 李肃环视左右 他在寻找 寻找任何一件有用的物事 寻找属于自己和东阳的一线生机 东阳却仿佛已经认命了 虽然没有再哭 但眸子里流露出更加绝望的悲伤 李肃 你说 我若死了 父皇会记得我吗 他会为我伤心吗 或许会吧 或许只有一刹那 父皇会觉得很伤心 然后 他的嫔妃和子女们都会劝他不要伤心 于是他就不伤心了 宠奉每日的上朝下朝 每日无数的嫔妃争宠 儿女争宠 他忙都目不下见 怎么会记着我这个下皮所处的女儿呢 东阳公主才十六岁 短暂的人生里 她的牵挂并不多 临死之前 最令他无法释怀的 大概只有那位雄才伟劣的父皇了 父皇在外人面前几乎是完美的 他胸怀博大 气吞伤和 可以为路边一个可怜的乞丐而流泪 反省自己的过失 也可以一声令下 让千万将士为他开疆辟土 祸国屠城 然而 他却是世界上最不称职的父亲 他给东阳的关爱 实在太少了 少得他记忆里的父亲 连眉眼都是模糊的 身陷绝境的关头 东阳终究不由自主地牵挂着 生平这一件汉事 也是恨事 李肃仍不死心地 在破败的道观里寻找 寻找属于二人的生计 他想找到某件能够利用的东西 一块破碗片 一根尖木棍 什么都好 只要能够割开 绑在手上的绳子 生机就算掌握在自己手里 很失望 什么都没有 李肃不死心地继续寻找 脑子里转动着各种逃生的念头 我的娘亲生下我之后 身子一直很弱 直到我留岁那年 娘亲终于熬不过去了 她是半夜里去世的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我不懂什么叫分别 只是很奇怪 为什么好几日都不见娘亲 两日之后 父皇才知道娘亲去世的消息 每天早上 她穿着华服 旁边陪着的是她一生最爱的文德皇后 他们在庭院里站了一会儿 父皇的脸色很平静 看不出丝毫被伤 文德皇后叹了口气 安慰父皇几句 稍后亲自安排了娘亲的后事 而我 被文德皇后 安排住进了书井殿 与皇子公主们 一同在宠文馆读书认字 我与父皇单独相处的次数很少 她总是很忙 就算不忙的时候 她的目光 也只投注在胎子 卫王 尽王他们身上 我都不知道 她有没有真正看过我一眼 她 应该不是坏人 约边史册 从不知君王 竟能对皇后如此长情 在她眼里 她与皇后生的子女 才算是亲生子女 她不立给他们无尽的父爱 可是 既对皇后如此长情 她又何必宠信别的妃子 何必剩下我呢 李肃静静地听着她发泄般的自语 对那位标柄实测的轻轨一地 似乎有了更多的了解 雄才伪虑的背后 原来她也不是那么成功 她的失败之处 是和一生的功绩同样显眼 东阳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此刻她呢喃低语 似乎在总结自己的半生 李肃也绝望了 四周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 于是只好转头看着东阳 凝视许久 李肃灰暗的目光越来越亮 哎 公主殿下 别叫我公主殿下 我不喜欢听 你 还是叫我小宫女吧 好吧 小宫女 那你说的这些 对我们现状没有任何作用 与其缅怀 不如竭尽全力活下去 活着去见你的父皇 无论对她是愤怒还是悲伤 你都应该亲口告诉她 你甚至可以掐着她脖子 使劲地摇 搜寻附近同时在线的人 啊 何谓同时在线的人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告诉我啊 今日为何戴了两只发簪 李肃眼睛闪闪发亮地盯着她 胸扬扭个头 李肃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 只听到她滴如闻那的声音 我 我戴几只发簪与你何干 你这 败类 又发现哪里不对称 不工整了 李肃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嗯 非常工整 以后继续保持啊 现在 我要借用你的发簪 老天垂怜 幸好这两位绑匪不算太细心 也幸好被绑的是位公主 公主不差钱 带得起发簪 李肃心跳再次加快 生机或许就在眼前 就在公主那两只发簪上 发簪是很普通的铁簪 自从认识李肃之后 东阳的打扮变得很朴素 从衣着到配置 都只是中产人家的打扮 不显寒酸 更不显华贵 发簪一左一右的插在东阳挽起的云发上 两人背靠着背 这双手就都被绑着 取发簪的过程是异常的艰辛 脑袋 你这脑袋往后仰 再往后仰 使劲 再往左偏一点 好 保持别动 我试试用嘴咬下来 李肃一边指挥着东阳 一边努力把头往后扭 憋得脸通红 试了好几次 李肃仍未成功 毕竟他的脖子未曾天赋异禀 能够180度大嘴弯 哎呀累了 重重的喘着粗气 李肃暂坐休息 哎 今日呢 我必须好好活着 否则将来被人发现死在这里 我的木志明 大抵是村学的郭夫子所写 我甚至可以猜到 他会如何写 他会写什么 李肃肃然地说 此字 相貌英俊 财高八斗 诗文绝世 诗位财貌无双 奈何怪癖颇多 习以扭头为乐 天度英才 某日终于活活被自己给扭死了 误乎爱在 婚息归来 上西洋 李肃露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肃表情 狠狠地说 所以 我一定要活着 一定不能给别人在我座右鸣 不得是木志明省 胡说八道的机会 东阳被斗的是前咬后合 柔弱的后背 那忽然最大幅度的往后一仰 李肃眼急嘴快 扭头用那嘴一叼 一只发簪 终于丢到了嘴里 评 第三十六章 脱困求生 终 小心扭头将发簪 吐到了肩膀下方的地上 运气不错 恰好落到了自己反绑着的双手边 李肃艰难地挪动双手 一寸 一寸 最终终于将那只救命的发簪 捏在手心里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李肃额头的汗珠 也是速速而下 发簪到手 东阳公主终于有了求生的意识 笑脸因为激动 而犯了红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东阳公主急切地问 现在保持安静 等我把绳子弄断 当然了 你也可以继续数落你爹 什么大逆不到的话都可以说 我发誓一定保密 如果你不想说话 不妨自己算一算账 这次我若能够救你性命 你该给我多少万钱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 钻去前眼里 东阳公主恨恨地想瞪李肃 奈何呢 头扭不过来 只好愤愤地瞪腿卸分 发簪很尖锐 却不像刀那么方便 李肃只能小心地 用发簪的顶端 一点一点地刮着绳索 生机掌握了一半 李肃也有闲心聊天了 哎呀 钱是好东西啊 是一切幸福的来源 你吃喝啊 你用的 那都是用钱买的 没钱你喝西北风啊 那也不能生得一副死要钱的德行啊 重文管理的教授说过 立身处事以品德为先 你这人有文才 更有诗才 可你的性子 怎么一点也不像那些轻高过傲的读书人啊 李肃闭着眼 指挥着自己的双手 慢慢摸着绳索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 嘴里却淡淡的说 嗯 你知道为何是人 为何将那金银 称为金子银子吗 不是 子 这个字啊 是一个很高尚的字 从古至今 人类都有特别贡献的人 人们才将这个姓氏后面 带一个子字 比如孔子 孟子 老子等等 而金和银自从被人们用来买货卖货时 那世人觉得 他们应该是伟大且高尚的东西 对他追捧喜爱的是无以复加 为了让他们得到该有的名分 于是世人决定 将他们尊称为金子银子 我像追从圣贤一样喜欢他们 又何不对呀 手腕处传来 轻不可闻的一声脆响 李肃脸色一喜 三股拧成了一根的麻绳索 似乎已经磨断了其中一股 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 歪理 又是歪理 金子和银子不是这么说的 你 你 觉得不对吗 你可以反驳呀 李肃老人在在的 磨着绳索 东阳张着嘴 却无法说出一句反驳的话 该死的重文馆教授 根本就没有说金子银子 为何叫金子银子 李肃笑了 觉得我说的太有道理 你竟然无言以对 对不对 不对 反正 反正就是不对 那东阳有点恼羞成怒 恨恨的蹬了一腿 啪的一下 又磨断了一股 只差最后一股绳了 李肃脸上洗衣欲深 就在这时 倒灌外传来了一声马斯 随即听到睡在外面 郎柱下的那赫螺谷大声的说 叔叔 回来了 那两匹马倒是神郡呢 李肃二人脸色一变 神情不约而同的浮上了焦急和惊恐 九成行宫内 李世民盘腿坐在软榻上 覆着额头 有些不耐地看着挨脚桌脊上的奏章 大唐皇帝每年有两个时段 可以一驾行宫 稍作休憩 一是冬天必寒 二是夏天必暑 关中附近行宫不少 李世民去的最多的 还是九成行宫 今年才到春天 李世民便一驾行宫了 比往年早了一些 只因去年长孙文德皇后去世 李世民痛失贤奇 一整年郁郁不乐 于是春天便一驾九成宫 远离了长安朝堂 却离不开朝臣的奏章追魂 以尚书省市中魏征为首 一大群御史几乎每日一奏 蜀落皇帝陛下如何交涉淫逸 如何治国事而不顾 后来九成宫里因结社律行此一事 魏征更是找到了发挥的理由 奏章里的言辞也愈发的激烈起来 李世民很头疼啊 他很想下旨把魏征一刀给剁了 这个念头自从登基那日起 十一年里起码闪过了一百次 大概是魏征的祖坟风水好 每次想杀他都不了了之 殿门外宦官的脚步声匆匆行来 李世民放下奏章 喃喃叹气 又来事了 是的 确实又来事了 这宦官在殿门外就跪下恭敬地说 陛下 长安城有急报 说 阿什纳结社律行刺失败之后 那裹挟了其职赫罗古远顿 左右领军为御迟将军率军追击 发现此人并非是往北顿逃 而是转而向南 回到了长安城附近 领军为追查二人行计 发现二人顿至京阳太平村 李世民拧起了眉 太平村 太平村 蒙得睁开眼 李世民眼中冒出了一股煞气 东阳的封地吗 是 又迟将军回报 结社律二人顿至太平村的当日 东阳公主不知所踪 李世民呆了一下 接着不然大怒 双手狠狠一扶 多岸上的奏章纷纷跌落在地 公主负责军士呢 他们都是死人吗 火生生的公主就这么丢了 龙颜大怒 宦官愈发惶恐 战战兢兢地说 公主府的军士说 公主喜静 习惯独自去京河河滩边独处 不喜欢随从跟随 军士们跟了好几次 皆被公主喝退 故而 故而未在跟随 重重的一排专 李世民大怒 结社律 若你敢伤朕皇女 朕必依你阿使 那是三足 传指 命长安左右金吾位 左右萧位进出 交由卢国公 称之杰同龄 将太平村方圆百里 全部围起来 一寸一寸的给朕找 是将结社律 这狗贼给朕找出来 刮了他 终究是自己的女儿 这一刻李世民 似乎回到了父亲的位置上 为女儿的生机而努力着 牛头村荒废的道观里 这李肃额头冷汗 滚滚而落 被绑在背后的双手 动作越来越快 然而 结社律 还是推开了那扇门 飞扬的灰尘里 结社律那张猙獰的脸 如同雾花般模糊 静静地 站在门口 结社律的表情很平淡 仿佛猎人 盯着一只 近在咫尺 十拿九稳的猎物 独主殿下 看来 唐军的追击 并不如我想象中的快速 直到此刻 他们也没有找过来 以前我太低估他们了 所以导致刺杀你父皇失败 现在 我又太高估他们了 你只买来了两匹马 我和李肃现在已经不是筹马 而是你的累赘 所以 你要在这里把我们杀了 对吗 结社律笑了 哦 真是冰雪聪明的公主 不愧是李时明的种 哼 若不是要逃命 我真舍不得杀你们 对不住了 公主殿下 你活着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一柄雪亮的钢刀 出现在结社律手中 慢慢地探向了东阳的薄径 探向东阳公主薄径的刀 越来越近 这刀刃折射的光线 照应在东阳雪白的薄径上 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晰 李肃甚至看到了一根一根纤细的青色血管 微微抽搐 我 我是父皇的女儿 她的债 我来偿 杀我可以 但是 请你们放过她 她是无辜的 她对你们毫无用处 也没有任何的方案 请你们 请你们放过她 毕竟只是一个16岁少女 面对死亡 东阳再也无法镇定 妈的一下 大哭出声 李肃听着东阳颤抖的声音 心底里某个部分似乎被狠狠撞了一下 死亡之前 柔弱的她还记挂着别人 心疼 还是怜惜 李肃已经分不清 但是她知道 绝对不能让她死在自己面前 野蛇绿的刀架在东阳的脖子上 下一个动作便是抹猴 李肃这时开口了 这位好汉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杀她 至少现在不会杀她 嘴里说着话 这背后的双手动作越来越快 这也是她和她的生机 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抓住了 劫射绿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 都搁在了东阳脖子上 却转过头看着李肃 哦 少年狼你说说 为何不能杀她呢 李肃脸上流淌着冷汗 却笑得很灿烂 如同她和东阳说过的 任何绝境里只要能笑得出来 运气一定不会太坏 所以李肃现在笑得很甜 仿佛在赴一场浮华盛宴 不出意料的话 你们买了马应该会往大唐边境逃离 这里离长安都城不到六十里的京阳县 正是关中腹地 从这里到最近的北边大唐边境 足足有上千里 你和你的同伴有把握逃出大唐精锐的追杀吗 劫射绿冷相 唐君精锐 不过如此吗 李肃冷冷地说 六年前东突觉得 昔里可汗也是这么想的 她下场如何呀 结射绿雨之 眼中却露出胸光 小娃娃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欲逃离大唐边境 只靠你们二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我甚至怀疑你连长安城方圆百里 你都操不出去 东阳公主是在封地里失踪的 想必这公主失踪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陛下的耳中 这些年皇帝陛下东征西逃 一扫还宇 天下莫敢不从 你敢杀公主 可知皇帝陛下如何震怒 必将尽浅长安精锐追杀 如果你不杀公主 千里逃亡之路 或许身边还有个保命的筹码不是吗 以他的性命做要挟 追击的唐君哪怕刀架在你脖子上 也不敢妄动 你也给自己争取了生机 若你此刻不管不顾把公主杀了 你自己想想你的下场 皇帝陛下若不把你和你的阿史纳三族碎尸万段 那我李俗从此跟你姓 以后我便叫你阿史纳素 简称阿素吧 下集更精彩 哦 欢迎空 妙儿姐 第37章 脱困求生 下 话音刚落 李俗被反绑的双手忽然微微一震 趁着说话拖延时间的功夫 最后一股绳子终于被他磨断 李俗笑容更甜了 劫舍力浑然不绝 李俗一番话却引起了他的深思 确实 杀了公主百害无一利 如果李世民只派了一千人追杀他的话 杀了公主很有可能会引起满朝群臣震怒 追杀他数之二人的精锐 很有可能增加到万人或者是数万人 以目前唐军功无不克兵风正盛的情势来看 说不定大唐军臣会以此为借口 再次领军进入草原 将突厥各族一一屠戮 杀公主果然是不划算的 劫舍力慢慢地放下了 搁在东阳脖子上的刀 饶有兴趣地盯着李俗 小娃娃 你紧紧多大了 十五 李俗笑得有点腼腆 透着一丝懦弱 听你这番话 比朝堂那些老狐狸还精明啊 你果真只有十五岁吗 我真的只有十五岁啊 李俗萌萌地朝他眨着眼 十五岁便瞧嘴滑舌的让我留下公主的性命 而我却居然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公主我可以不杀 但是留着你一定是个祸害 毫无预兆的杀机突兀而至 说着话 劫舍力忽然发动 刀光如雪白的皮链 狠立地朝着李俗头顶劈上去 李俗 东阳凄厉大叫 电光火石之间 李俗眼皮猛跳 刀光劈下的同时 他已经正开捆绑他的绳索 忽然就地一滚 躲过了这要命的一刀 然后像一只灵巧的猿猴一般抱起出手 手中的发簪 狠狠插在了劫舍力的握刀的手腕上 劫舍力吃痛 手上一松 钢刀落地 劫舍力大怒啊 这时也顾不得追究 绑着李俗的绳索 为何突然断开 见李俗俯身冲来 却想抢地上刀 劫舍力一脚狠狠踹去 踹中了李俗的胸口 李俗只觉猴头一甜 嘴里满是血腥味 这一脚 怕是把他踹出内伤 说不定肋骨也断了 哼 好小子 倒是个狠角色 我小瞧你了 劫舍力捂着受伤的手腕 是黑黑冷笑 李俗抿着嘴 鲜血还是从他嘴角流下 擦了一把嘴角的血 李俗痴痴地笑 哼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想活下去的小角色 说完李俗忽然发力 朝着他冲来 劫舍力又是一脚踹去 这李俗右手紧握着发簪 只能架齐左臂一挡 随即只觉一阵剧痛 他很清楚 这左臂骨折了 然而 李俗不依不饶地再次冲来 劫舍力的腿刚放下 猝不及防 被李俗撞进了怀里 借着心脏出一麻 垂头一看 一把早已经弯弯曲曲的发簪 不偏不倚地 插在了他心脏的正中 发簪入肉大半 尾端的珠帘 游子微微发颤 劫舍力不敢置信地 垂头看着发簪 动作已经全然凝固 仿佛在研究 这只发簪是怎样伸出鬼没 插在他心脏上的 李俗艰难地 抬起了完好的右臂 俯身湿起落在地上的刀 然后 眼睛也不眨一下地 一刀捅进了劫舍力的腹部 献血顿时狂剑 第一刀位置插得不算太准 大约是肠子部位 李俗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像个疯狂而冷静的屠夫 抽回刀后 再次朝着劫舍力劈去 这一刀直接划过他脖子 刀入柏镜一寸 深深牵入了那 静谷之中 劫舍力无力地跪倒在地 无神的目光看着李俗 想笑 就想说话 柏镜的鲜血如喷泉一般 喷涌而出 劫舍力硕大的身躯 摇晃几下 然后软软倒地 扑落在尘埃里 李俗喷了几口促气之后 也倒在地上 李俗 李俗你怎么样啊 你伤到哪里了 李俗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刀扔给他 咳了两口血 虚弱地说 自己把绳子割开 然后把大门关掉 赫罗谷出去找草料喂马了 很快会回来 这个人也要杀掉 刀罐内的血腥气很重 鞋舍率的尸首横躺在地上 小腹和脖子处的陷血流了一地 货败的屋子里充斥着腐蚀的铁锈味道 令人作呕 东阳流着泪咬着牙 用刀割断了绑住自己的绳索 三两步抢奔到李俗身边 神情黄极地上下查看 上哪里了 你快说上哪里了 李肃腹部和左臂传来钻心的疼痛 虚弱地半躺在地上 第一声地说 别 别碰我了 很痛 全身都痛 小姑娘 你惨了 回去后除了救命之恩的费用 你还要付我医药费 营养费以及各种费用 哎呀 明天你就 我就把钦带送给你啊 回家 你赶紧我筹钱去 你都快死了你还要钱 你这辈子一定会发财的 很美好的祝福 李肃此刻虽然痛得钻心 却立马眉开眼笑 哎呀 成您的起言 我也觉得我会发财的 对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有信心 东阳起身将道观大门关上 屋子里暗了下来 东阳坐在李肃身边 窃窃地朝着门外张望 李肃 你现在动不了 赫罗谷回来之后怎么办呢 趁他还没回来 我们不如逃了吧 我扶着你跑 还是有机会的 李肃摇头 态度很坚决 素来不正经的 毛子里露出了寒光 逃不是办法呀 你一个弱女子 我也受了伤 那赫罗谷若有心追杀 我们是逃不了多远的 所以赫罗谷一定要死 我不知道此人心性如何 但我不能冒险 若被他逃了 以后我的一生 要花费无数心思防备他的报复 所以今日必须一劳永逸 把他解决了 他已是惊弓之鸟 怎会有心思回来报复呢 李肃冷笑 哼 万一他活着的时候 逃过大唐的追捕呢 万一他是个疯子呢 我的人生冒不去这样的险 他不死 我寝室难安 可是 你说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杀他 李肃闭上了眼 脸上肌肉微微扭曲 竟然露出了几分很累之色 尽力 只能尽力而为了 不是与死就是网魄 如此而已 这东阳睁睁地看着他 此刻的李肃看起来很陌生 他从未发现一个如此阳光 如此爽朗的少年 脸上竟然能有如此杀气腾腾的一面 李肃 若我们都能活着 我 我 东阳鼓足了勇气 想说一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 李肃睁开眼 适时地接过话 啊 若我们都能活着 你一定要给我很多钱 你记住啊 我很认真的 你 你这个 东阳气得眼圈泛了红 暗暗气苦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煞时间全部卸掉 话接过来之后 全都变了味道 也不知道 他是否是故意的 是啊 未来太难了 这句话藏在心里 远比说出来更好 对大家都好 道观外传来轻快的脚步声 李肃神情一紧 东阳害怕地扯着李肃的袖子 仿佛找到了依靠 神情慢慢放松 李肃咬着牙站起身 身躯遥遥晃晃 如同喝醉了酒 毛子一片清明 目光由痛楚 瞬间化为了冷静 擦了擦嘴角溢出来的血 缓缓地俯身 拾起了刀 白白手 无声示意东阳躲到老君神像背后 李肃顺势靠在门边 吃力地缓缓地扬起了兜 一场猎人与猎物的薄杀 再次在这个小小道观内上演 脚步声走到门口时 忽然停下 显然赫锣鼓有点奇怪 为何大门关上 里面却听不到动静 李肃抿着嘴 控制住自己的呼吸 让呼吸变得缓慢且悠长 缓慢地几乎停顿了呼吸 门外 赫锣鼓似乎起了疑心 李肃二人心提到了嗓子眼 叔叔 你在里面吗 竟觉得赫锣鼓在那门外高声呼唤 里面没有回音 逗大的冷汗从李肃脸上滑落 叔叔 忽然神像后的东阳出生了 声音颤抖且惊恐 杜静略 求你别杀我 别杀我 雷肃面露喜色 这姑娘不错呀 很会演戏 或者说女人天生都会演戏 收取救命之恩酬劳的时候 那给他打个八折吧 听到东阳的惨叫 赫锣鼓终于打消了一些 他早知道结社律的计划 杀公主和那个农户小子 正是意料之中的事 此刻 显然公主已经死在了叔叔的刀下了 赫锣鼓的脸色闪过短暂的怨恨和悔疑 这次刺杀李世民他完全是被结社律裹挟的呀 结果刺杀失败 叔侄二人惊慌逃亡 此刻还杀了一位公主 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大 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结社律简直是个疯子 心中再无疑义 赫锣鼓推开道观的门 一道许外的刀光无情披落 赫锣鼓猝不及防 被刀劈中左腿 赫锣鼓一声闷哼 就地呢 往门外一滚 李肃扬刀如影子般跟上 也不管什么部位 再次胡乱一刀劈落 恰好劈在了赫锣鼓的右腿上 这一刀李肃运足了力气 劈得很深 赫锣鼓右腿伤壳见骨 劈完这一刀李肃再也动弹不得 本已受了内伤再加上左臂骨折 人已经快晕过去了 劈出两刀已经是他极限 劈了两刀后 李肃手里的刀处置地面 支撑着自己不倒下 目光遗憾地看着赫锣鼓 可惜啊 居然没有一击而中 只伤了他两条腿 现在攻手逆转 轮到他李肃成为祖上鱼肉了 好朋友们 评 第38章 最后一波 赫锣鼓也是硬汉子 双腿挨了两刀之后 一声不吭 迅速连滚带爬地 跟李肃拉开距离 隔了有两三丈 目光略带惊疑地盯着李肃 李肃眼睛通红 警惕地与赫锣鼓对视 他的双腿颤抖得很厉害 身躯摇摇晃晃 几乎快要倒下 然而不知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 似乎一阵风都能吹倒着他 却弯着腰 通红的双眼露出很烈的胸光 像一只即将对猎物发起攻击的猎包 令赫锣鼓心头笼罩着一团死亡的阴云 这还是那个看起来怒弱不堪人人宰割的孩子吗 赫锣鼓眼皮猛跳 现在他发觉自己和叔叔都错了 错得很厉害 他怎么可能是孩子呢 看着李肃手里的刀 以及没有任何动静的物质 赫锣鼓明白 他叔叔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而他自己却幸运地夺过了要命的一刀 二人离着两三章互相对支 眼睛各自盯着对手 一眨也不眨 似乎在等待对手一个不经意的破绽 取久 李肃虚弱地开口了 谓语先笑 笑得跟往常一样天真无邪 结社律已经被我杀了 赫锣鼓面无表情 欢欢点头 我看得出 我还想杀你 我也看得出 李肃笑得很无奈 可是你看 我受了很重的伤 几乎动不了了 连刀都抬不起来了 所以我现在杀不了你了 赫锣鼓冷笑 那可不一定 今日倒是我叔侄走了眼 现在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李肃眨着眼 为何你不过来试一试呢 说不定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了 此时你杀我 正是天赐良机 如果赫锣鼓有洞察人心的本事的话 就会知道 李肃现在说的是实话 童肃无奇的大实话 李肃真的已经动不了了 整个人浑浑顿顿 哎呀 几乎已经到了昏迷的边缘 只是身后还有一位大唐公主 一个比她更柔弱的女子 期待她的保护 这个信念支撑她没有倒下 此刻她的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笑容 笑容很神秘 赫锣鼓惊疑地盯着她 抢从她笑容里发出断倪 从而决定下一步动作 二人僵持了半炷香的时辰 赫锣鼓神情阴晴不定 最后忽然狠狠一咬牙 拖着受伤的腿往前跨了一步 雷肃眼皮一跳 忽然笑了 赫锣鼓 听说你曾是陛下身边的左领将军 为国义都尉 哎呀 而且还是突立可汗的儿子 你刺杀大唐皇帝陛下之前 果真三思过了吗 赫锣鼓停住了脚步 露出了寺院寺毁的表情 黎肃接着笑 你们阿什纳族应该是突厥大族吧 全族有多少人来着 两千还是三千 据说贞观四年 皇帝陛下扫平了东突厥后 协力和突立两位可汗 进阶归附我大唐 然后阿什纳族族人全部内签 皇帝陛下将你们数千族人安置在漠南 对也不对呀 赫锣鼓冷冷地说 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数十次杀皇帝失败 逃亡关中途中 有欲杀害公主 现在劫舍率被我所杀 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而且你的双腿也被我重伤 右腿已经伤可见骨 赫锣鼓 你看清了眼下的情势了吗 赫锣鼓的脸色越来越难堪 他大概知道了李肃的意思了 李肃笑得更加轻松 你们数只截略了东阳公主 想必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传进了长安 长安的唐君精锐 很可能已经到了附近 铺开天罗地网 搜寻公主和你们数只的踪迹 而你只剩孤身一人 还在这个离开公主府不远的破道罐里 与一个农户小子遥相对之 不知生死 就算现在你把我和公主都杀了 你拖着受伤的两条腿 能跑出去多远呢 还有 就算你逃了 你那阿什纳族的命运如何 你真的都考虑清楚了吗 赫锣鼓紧紧地抿着嘴 面无表情 李肃看不出任何端倪 只好接着说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发现你的脸色不对 盯着赫锣鼓的表情 李肃试探性地问 关于刺杀皇帝陛下 应该不是你的本意吧 赫锣鼓不出声 是了 你是被裹挟的 你的眼里有恨意 你的叔叔刚刚死在我的刀下 我却看不出你有任何悲伤 只有单纯的敌意 赫锣鼓 你是被裹挟的 哼 雷肃的结尾用了肯定句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 那又如何 赫锣鼓 你和结射率不同 你还有生机 因为你不是自愿的 你们阿什纳族住居墨南 那里是大唐和薛颜陀的中间 是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 我们大唐皇帝陛下 很重视阿什纳族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杀你的 朝廷需要阿什纳族 数位墨南 但是 前天你必须向皇帝陛下归降 虔诚地忏悔你的罪行 并立下血世 永不再犯 行刺皇帝的首恶 已经被扶诛了 你是被叔叔胁迫的 你也是受害者 赫锣鼓 回降吧 降了大唐 你仍有生机 若是执迷不悟 皇帝陛下不会心软 必然下令把你杀了 而且更会迁怒你们整个阿什纳族 后果太严重了 你承担不起 归降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你速很真诚地劝着 赫锣鼓脸色阴晴不定 仿佛正在犹豫 许久 赫锣鼓冷哼 好你一个黄口小儿 你说的话 我不能信 他的话不能信 我的话你信吗 我是大唐皇帝陛下第九女 欲封东阳公主 我以公主的身份向你保证 若你归降大唐 并发誓永不再判 我愿为你在父皇面前作证 求父皇宽恕你的罪行 身后 东阳公主缓缓地走出道观 虽然神情仍旧京剧 但是终归鼓起勇气 走了出来 赫锣鼓面孔扭曲 显然内心正在挣扎不已 许久不见说话 李肃看了看天色 赫锣鼓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敢保证 但个时辰内 唐君精锐一定会将 太平村和牛头村附近 团团包围 那时你再想一迟 你绝无声望 至于现在逃跑 你认为你现在 还逃得出观中吗 赫锣鼓沉默了许久 眼神闪过一道 莫测的光芒 盯着李肃就说 我可以归降 如果我不相信你 你把手中的刀扔了 李肃笑得很无害 我其实只是个孩子 而且我受了重伤 你真的没有必要怕我 这赫锣鼓啊 那冷笑不已 他现在如果还把李肃当孩子 那真是蠢到没边了 你不信我 其实我也不相信你 我若扔了刀 你反过来害我怎么办呢 赫锣鼓很执扭 我可以发誓不害你 发誓这种东西 我一年差不多要发一百次 结果呢 每一次做到了 没有一次啊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信 李肃的刀交到我手里 赫锣鼓 你信不信我 赫锣鼓目露喜色 公主殿下我自然是信的 就这么办 李肃呼出一口气 很痛快地将刀交到东阳手中 朝着赫锣鼓摊开手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 我君子之父 东阳双手握着刀 身情很紧张 警惕地看着赫锣鼓 回过头看着李肃使 眼里的警惕 瞬间又化为了无限的温柔 现在 我们去找村外的堂君 赫锣鼓 记住你的话 归相一定要诚心 否则 本宫也救不了你 赫锣鼓的双腿被割伤 一直血流不止 现在人也非常虚弱 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公主殿下请放心 还有 请说我屋里 二位能否走在我前面呢 李肃和东阳对视一眼 然后点头 默不出声地 往盗怪院子外走去 刚抬起步 李肃忽然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 东阳急忙扶住他 眼中一片焦急 李肃捂着胸口 费力地咳出两口血 朝着东阳虚弱地笑了笑 赫锣鼓一直默默地看着李肃 见他如此虚弱的样子 甚至咳出了血 这赫锣鼓眼中再次浮现出血色 东阳搀扶着李肃 一步一步往外挪 二人走得很慢 走到赫锣鼓身边时 奄奄一息 眼看要断气的李肃 忽然劈手夺过东阳手里的刀 看都不看 一刀横劈过去 赫锣鼓见李肃 连路都走不了的虚弱样子 原本已经稍稍放松了警戒 却没想到 李肃竟然忽然爆起发难 急忙往后退去 然而 终究是迟了 刀光掠过 这赫锣鼓锤下头 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腹部 这一刀 聚集了李肃最后一次力气 成与败 李肃已经完全不考虑了 这一刀过后 天堂还是地狱 任由天意了 突然发起的这一刀 劈得很深 赫锣鼓腹部被横滑出了 一道非常大的口子 鲜血如喷泉一般不断涌出 伴随着鲜血流出的还有一些腹部的内脏 胃长的等等 赫锣鼓精举地捂住腹部 试图把那些流出的内脏塞回去 试了一次 两次 动作越来越慢 最后慢慢凝固 随着这一刀滑下 它的生机也随着鲜血和内脏缓缓地流进 赫锣鼓踩起头 想再看一眼这十几岁的孩子 试图艰难地抬一下头 却抬不起来 最后整个人笔直地倒下来 飞扬的尘土里 赫锣鼓气绝身亡 下集更精彩 不 欢迎空 妙儿姐 第39章 中脱险境 道观院子内很静 赫锣鼓的尸首横躺在地上 鲜血浸红了土地 李肃楚道而立 弯腰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上泛起了两团不健康的潮红 视线也开始渐渐地模糊 身上仿佛多了一个窟窿 全身的力气都从这个窟窿里飞快地卸去 东阳公主傻傻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不觉得用手捂住了嘴 惊恐的目光 睁睁地就盯着赫锣鼓的尸首 身躯也有些摇晃 对一个16岁的女子来说 今天这一幕又一幕的血腥场面从未见过 此刻她竟然没有晕过去 已然算得上是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了 李肃使劲地甩了甩头 试图让脑子清醒一点 视觉清晰一点 然而仍是浑浑沉沉 劫舍率那一脚踹得太重 内伤可能不轻 无力地担心半跪在地上 李肃看着赫锣鼓的尸首 脸上露出了最真实的笑容 是的 这一刻 直到这一刻她才有资格笑 而且笑到了最后 李肃 东阳大叫 冲上去扶住她 眼泪止不住地流 毛泽里的神采 说不清是惊喜还是心疼 一边流泪一边绽放出笑容 没事吧 李肃你快躺下 我去叫人 你好好躺着 附光他已经派兵出来了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东阳语无人刺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想冲出去 又怕李肃支撑不住 怕他死掉 李肃嘴角血迹赫然 目光已经涣散 抬头 无意识地看了东阳一眼 眼中毫无生机地 如一潭死水 东阳吓坏了 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脸 李肃 你等着 我去叫人 李肃无力地垂着头 对外界的声音 似已经一无所觉 忽然 李肃身躯微微一震 仿佛想起了什么 艰难地触着刀站起身 你要做什么 我帮你做 你别动 李肃摇头 摇摇晃晃朝着那 赫裸骨的尸首走去 几步的距离 李肃亮相了好几次 无比艰难地走到了 赫裸骨的尸首旁 然后 一言不发地注视着 这具上代余温的尸首 东阳搀扶着他 花容渐渐一片苍白 心里闪过了一个猜想 莫非他担心 赫裸骨未死 所以赶来补给刀 可是这尸首已经明明死得 不能再死了呀 不知道李肃的意图 东阳也不敢看那具 血肉模糊的尸首 只好强自将头扭到一旁 手却坚定地扶着李肃 李肃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吃力地蹲下身 开始摸他尸首 筋在袖口胸前 每个地方都没有放过 越摸脸上喜色越深 两块无量左右的银柄 被李肃翻了出来 然后很不客气地 塞住自己怀里 东阳傻眼了 接着那一股怒火 直冲天灵盖 这个无耻之徒 都伤成这样了 居然还不忘记 搜刮死人的钱财 这人到底是多缺钱呢 赫裸骨搜完了 李肃像一个 驰目的老人般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然后他坚定不移地 朝着道观内 一步一步地挪去 像残疾儿童沿街乞讨似的 每一步都透着心酸 现在东阳已经明白他要干什么了 道观内还有一具劫舍率的尸首 不出意外的话 尸首上肯定也有钱财 你 你这个 李肃你给我站住 东阳公主气得死死拽入他的胳膊 不准他动他 李肃没理他 摇摇欲坠地 就往道观内继续挪 看着李肃艰难地往前挪 东阳是又气又心疼 恨恨地一跺脚 上前再次扶住他 以后 你真的会发大惨 真的 我现在绝对不会再怀疑 李肃没理他 他现在很虚弱 没有力气说话 脚步虽蹒跚 但是却仍然坚定 走到了结社绿的尸首边 李肃上下翻锁 又找到了一块银饼 直到这一刻 李肃才仿佛放下了心事 坐在道观门槛边 满足地笑了 东阳见李肃挑听了 这也恨恨地弯了他一眼 小心地扶着他 躺在道观的狼柱下 急忙地跑出去叫人 李肃朝东阳背影瞥了一眼 然后双手还胸 搂住了怀里的银饼 若连战利品都不要 今日岂不是白拼命了 接着 李肃眼前也黑 沉入了乌尽的黑暗 一支五千人的左领军为将士 将太平村团团包围 领军大将军 程咬金 披带铠甲 一脸冷漠地看着将士们 结成队在山上和河滩边搜索 旁边立着一员小将 确实与李肃有过两面之缘的 成府长子 成楚墨 父子二人立于中军 面无表情地看着军士们 搜索结舍绿和东阳公主的下落 两个时辰过去 太平村几乎已经被翻遍 仍然毫无所获 程咬金皱了皱眉 来人呐 传我命令 所有人以石围队向四面铺开展开 包括太平村周围的乡邻的村子 全都给我搜一遍 弟啊 这样搜索如同大海捞针 怕是没什么结果 说不定结舍绿已经逃出关中了呢 程咬金一巴掌 抽的是程楚墨一个亮相 骂骂咧咧地说 小混账你吃得个肾 跟老子学着点 结舍绿和赫罗谷 在九行行宫行此失败 二人不往北逃算 反而敢回到长安城 此反其道而知 可见其必有算计 东阳公主多半被二人 劫掠挟持 作为他们的保命筹码 结舍绿若是不存的话 必然不会杀公主 而公主是个十多岁的女娃娃 结舍绿带着她 能跑多远呢 老夫断定 此三人必藏于太平村附近的方圆 这程咬金刚说完 却见东边传来了将士们的欢呼声 程家父子神情一紧 急忙催马上前 问究竟 不远处 一名衣着略显凌乱的女子 攀山跑来 边跑边哭 看见了程咬金之后 女子脚步一顿 哭得更大声了 程咬金虽然与李世民关系融洽 各位是君臣 又是朋友 算是周皇子公主的长辈 然而 见了东阳公主也不敢失礼 急忙翻身下马 向东阳行礼 臣等拜见公主殿下 臣奉旨领军搜索 程叔叔莫要输了 快点救人啊 李叔他 受了重伤了他 程咬金那是眉毛微皱 对李肃这个名字 无比陌生 李肃是何人呢 公主殿下 那杰瑟绿和赫罗谷如今甚在何处啊 李肃为了救我 杀了杜瑟绿和赫罗谷 他现在也受伤了 程叔叔 你快点找人救他呀 李肃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张熟悉的床上 正是鸡鸡鸽的家 窗外一片漆黑 估摸着已经是晚上了 屋里没有点灯 院子外面却没有人说话 五脏六腑火辣辣的痛 反复无数银针 同时扎着他的内脏 骨折的左臂附上了药 黑乎乎的 看起来很脏 不知道是哪个庸医干的 李肃很想顺便把那个庸医也干掉 仰头看着自家破败的房梁 李肃忽然有点想笑 泻里糊涂的居然杀了两个人 而且还救了一位公主 收获了价值不菲的 浑身一机灵啊 这李肃从床上弹了起来 在自己胸前不断摸索 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钱哪 谁拿我银银银银了 李肃朝无外大喊 神情很荒急 很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其中一道粗犷的大笑 把所有人声音都给盖住了 人味道 声一致 哈哈哈哈 终于醒了 好多年没有见识过少年英雄 老夫今日算是开了眼界 好后生 快让老夫瞧瞧模样 仿佛一阵狂风席卷而过 一名披戴铠甲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李肃眼前 此人身高八尺 虎背雄腰 后唇还眼 生得是既黑又愁 而且嘴意特别大 一张嘴一笑啊 几乎可以看到他喉咙里的扁桃体在左右的摇摆 摇摆 一起摇摆 这李肃吓得是目瞪口呆呀 傻傻的看着这位魁梧汉子冲到他面前 朝他呲牙大笑 然后抬起一只巨灵呼掌 重重拍在他肩膀上 李肃只觉得右肩一麻 也不知道是不是内伤发作 李肃顿时觉得一阵天旋抵乱 无比呆滞的看着这位眼前的大叔一眼 把他的模样记住 以便将来报复 然后他果断的再次晕了过去 看着这位仅凭一己之力 便力斩两名歹徒的少年英雄再次晕倒 程咬金巨大的手掌 凝固在了半空 喜悦的神情渐渐变得十分尴尬 傻傻的看着自己的手掌 还不死心的拍了自己两下 不痛啊 这小后生怎么得跟那泥娃似的呢 一拍就抖 孙老神仙 你快过来看看呢 程咬金身后一个穿着那长袍 先锋盗骨的老道 不慌不忙的走出来 却正是当初与李肃相识的孙思淼 孙思淼神情淡然的朝着李肃看了看 然后回过身 朝着陈咬金重重踹了一脚 老杀财呀 这小子与人搏命受了内伤 你也不想想你一巴掌拍下去多重的力道啊 这陈咬金呢 皮肉结实 倒也不生气 嘿嘿笑了两声 转过身 看着愁眉苦脸的李道正 抬起手 又打算朝他的肩膀拍下去 李道正躲闪不及 眼睁睁看着那只巨大的手掌 离他越来越近 谁知道 即将拍到他的那一刻 程咬金不知道想起什么 急忙的悬崖雷马 雷马勒马 改拍为摸 一下又一下的 轻轻的摸着李道正的肩 哦 很畸形的样子吗 哎呀 你生的娃不错呀 就是身子弱了点 怎么生的 哎 有什么讲究吗 为何老夫生出的都是个这个把音啊 说着 程咬金 萝卜斑的手 指了指身后无辜的 程楚墨 第四十章 混世魔王 李肃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里 他的钱被人偷了 拼了劳命弄来的银柄也不知去向 于是 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哭 哭得很伤心 所谓男儿有泪不清谈 由此可见 男儿的眼泪是很珍贵的 李肃哭着哭着 便觉得如此珍贵的眼泪 撒在门槛边 那未免有些浪费 于是 在梦里临时想出了一个挽回损失的办法 他决定 趁着伤心落泪 情绪正悲伤的时候 捧着一个破碗 出去乞讨 他能讨多少算多少 于是 太平村迎来了一位伤心乞丐 不伤也不残 就是很伤心 伤心是他的卖点 在梦里 很多伤心都看得不忍心 纷纷解囊相助 一家几文几十文的 讨到最后破碗都装不下钱了 李肃伤心的心情越来越没有感觉 正打算破题微笑时 一位长着落腮胡子 皮肤又黑 如同没有进化完全的魁梧大汉跳出来 二话不说 劈手抢过了他手里的碗 然后大笑 哇哈哈哈哈 好生啊 好好生 果然是人中楼风 不是楼啊 是龙 干什么都能干出样子 碗里都嫌老夫心笑纳了啊 好好生 你接着逃 李肃发了很久的呆 然后嚎啕大哭 这回是真上心啊 哭着哭着 就哭醒了 仍是家里的床塔 仍是熟悉的摆设 窗外列阳正翅 已是第二天了 李肃睁眼 注视着窗外刺眼的阳光 眼睛啊 感觉有点湿润 抬起完好的右臂试了一下 发现自己是真的流泪了 这个梦 这个梦太噩耗了 只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再做同样的梦了 想想自己的前辈的老皮肤抢走 现在这心里呀 都痛得再想哭一次才好呢 内腹的疼痛比昨日好了一些 嘴里满是药材的苦味 看来昨日自己晕过去之后 有人给自己灌了药 骨折的左臂还被细心的打上了甲板 李肃张嘴咳了两声 声音嘶哑难听 耳边传来了一道惊喜的女声 声音很陌生 不是东阳 一张年轻清秀的面孔 就出现在李肃的眼瞼中 那一眨不眨的 盯着李肃充满了好奇 你醒了 觉得哪里难受吗 李肃皱眉看着她 脑子里嗡嗡作响 一个不祥的预感浮上了心头 哎呀 这个女人 该不会是老爹给自己找的后娘吧 模样才十四五岁 这也太禽兽了 啊 我都不忍心下手 这女子见李肃盯着她 赶紧解释 奴婢绿柳是东阳公主身边的宫女 李公子昨日救了公主的性命 公主回府之后 被府尉保护起来不法出门 便派了奴婢前来扶植公子 李肃长说一口气 很好 不是后娘 老李家仍如往常一般 和气 旺财 来福 见李肃不停眨眼 绿柳好奇地凑近她 公子想说什么 绿柳呢 这是李肃醒来后唯一记的事 对她来说是大事 啊 绿柳傻眼 睁睁地看着李肃扮赏 急忙起身往屋外跑 奴婢 帮公子去问问李老爷 没过多久 传说中的李老爷没见着 屋里屋端端刮起了一阵狂风 紧接着一道熟悉豪迈的大笑声 如同魔音穿耳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声 你又醒了 哎 为什么又说又呢 一个熟悉的八尺魁梧大汉 如狂风卷杀一般出现在李肃眼前 李肃吓得倒愁一口凉气 眼中迅速浮上惊恐 是他 是这个老混账在梦里抢我的钱 好小子 十几岁的小娃娃一人杀了两个恶贼 是条好汉 俺老成佩服 将来你必定是个人物 李肃急速眨眼 呆呆的看着程咬金发症 呀 很眼熟的人 昨晚自己醒来后 似乎是这老匹夫一巴掌 又把自己排晕了 哎 这这这这位叔叔 还非请教 我 老夫程咬金是也 这李肃浑神于震 眼睛赫然卯光 惊喜和惊恐 两相交织 很复杂的眼神 程咬金哪 著名的混世魔王 一辈子活得一个魂不拎 却难得的一帆风顺 寿终正寝 咬金咬金 名字就透着那一股子 招财尽宝的喜气 令李肃不由自主 对他产生了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程咬金看着李肃的目光 很欣赏 似乎也带着几分英雄西英雄的一味道 李肃有心问问银柄的下落 又怕眼前这位大汉 说出他的 屁如我抢了 你想咋的 这这种之类的残酷真相 也只好忍着不开口了 夸了李肃 半炙香的时辰 程咬金才慢慢的说到了正题 老夫昨日奉旨领军 追击了 结社律书之二人 未曾想 二贼竟然窜回了长安 劫持了东阳公主 幸好你晓得豁命 消祸杀了贼死 免了陛下丧女之通 公主无恙 贼子扶珠 但是老夫也不能心里糊涂的 回去交令 事情总要问个清楚明白 东阳公主说得不顺寥寥 老夫只好一直在你家中 等你醒来 撇了撇嘴 程咬金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 哎呀 说来也是手刃贼子的少年英雄 那身板怎地如此不堪 老夫轻轻拍了泥掌 便晕过去了 还老夫等了泥 若不是身受内伤 他真想抱起身形 抽他个价值五百两银柄的 医药费的大嘴巴子 先说说 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子 咋杀的劫舌率呀 此贼虽然不争气 却也是突厘可汗的弟弟 一人放翻两条汉子 那不是问题 据东阳公主所说 当时你二人还被反绑了双手 你咋杀的呀 这黎素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嘶哑着嗓子说 公其不备四个字而已 用公主的发簪弄断了绳子 然后出气不易发动 一番生死相搏之后 解释率死了 我活着 就这样 程咬金越来越有兴趣的盯着他 那 赫罗谷呢 也是公其不备 很遗憾 敌到他没死 只是伤了他 一番僵持 再加上一番唇舌乱七心 最后 仍是公其不备 关于此事 老夫一问过 东阳公主 你与公主所说 大致不差 老夫想问你 你学过兵法吗 没学过呀 先乱其心 再攻其不备 分明是兵法里的套路 若是别的农户小子 老夫自然不信 若是你吗 老夫一时还真看不清你长段一个深浅呢 我家那大小子成你所惠 那六万钱买了你四首诗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使胡马杜音山 这六万钱 倒是公道家呀 李肃眼睛陡然睁大 神情一片震惊 哦 原来那大客户 竟然是程咬金的儿子 难怪一生划伤 却坐在西式面摊上吃东西 很符合老成家的性格 程咬金似乎对李肃吃惊的模样 很满意 得意的咧开嘴 大笑了两声 他露出喉咙伸出左右摇摆的扁桃体 扭个头 对门外喊 那兔崽子 还不给老夫滚进来 程楚墨像一阵小旋风般刮过来 这屋内父子两个人同样是彪悍体格 将那狭窄的屋子站得是满满灯灯 哎呀 连光线的都挡得严严实实 雷肃打量着父子二人 嗯 很像 梅雨间几乎是一模子刻出来的 程楚墨进屋后很惊喜 没想到兄弟不仅是才不凡 也是条厮杀好汉 你这兄弟 还认下来 说着 程楚墨很自然的抬起手 做了一个和程晓金昨日一样的动作 蒲山般的巨大领寺手掌啊 朝着李肃肩膀派去 李肃伤势不清 本就动弹不得 只能惊恐的看着巨领长离他越来越近 啪他一下 巨长没有落到李肃肩上 定睛一看 却被程晓金吓住了手臂 小混账啊 你又想把他拍晕吗 事情还没有说完呢 想害老夫又等一天吗 这程晓金瞬怒喝道 程楚墨黑黑傻笑 收回了兄长 顺势将自己胸脯拍得啪啪作响 以后你就做我兄弟 长安城界 谁敢欺负你 尽管抱上我的名头 很欠仇的罢罢 罢罢语气 李肃忍不住怀疑 若是自己一辈欺负了 真抱他的名头 会不会被揍得更惨呢 寒暄了几句 程晓金继续说起了正事 东阳公主被劫涉挟齿 怎会将你也绑了 你当时和东阳公主在一起吗 程晓金语气很随意 似乎闲聊一般 李肃眼皮不自觉地跳了一下 脑子里迅速挫折了一番 斟酌着 公主殿下喜静 常常独自一人在村子的河滩边漫步 而我也经常在那里闲坐发呆 后来别认识了 那天杰涉律挟持公主殿下的时候 恰好我也在 于是不幸和公主一同被绑了 程晓金沉默了一会儿 啊 看不出那劫涉律心肠越来越软了 坦白说 若老夫是他 区区一个奴户小子 必然会毫不犹豫地砍了 公主才有价值嘛 你哪来什么价值 若无深用处 帮你有何必要啊 黎素额头浸出了冷汗 这位混世魔王倒是不糊涂啊 脑子急速运转 黎素想编一个什么样的瞎话糊弄过去 这只程晓金忽然说 哎呀 罢了 你也别琢磨乱七八糟的借口 把老夫当傻子糊弄 我可饶不了你 此事就按照你所说的如实回禀陛下 老夫奉旨搭救公主 你救了他 说来也是对老夫有恩 若公主有个三长聊暖 陛下的怒火 可就冲着老夫一人来了 此事不多说 算是两两相敌了吧 这说着 程晓金又详细地问了 昨日与结社律二人拼命的经过 他问得很仔细 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没有放过 这不是敏感话题 黎素自然是如实相告